抱歉好 来 那我现在录完了之后 再来 我想要铲出 因为我已经有把老师的声音录进去 然后我自己也觉得有录的OK 我们就做一次性的铲出 好 怎么铲出呢 来 我现在是不是有40张投影片 然后后面这边都没有 所以我等一下输出的时候 就是40张投影片 好 请到上头的这一排工具里面的 这一个S4 True Video 我们跑一次完整流程 好 来S4 True Video 点进去 好 进来之后 右侧有三步骤 第一个步骤则是选择您输出的解析度 解析度 解析度的部分的话 当然建议各位如果可以 就是1080的解析度是最好的 好 这一个1080的解析度 越高越好 但是要看学校的容量 如果学校要求老师们每次的 课程的容量是多少 这边就是自己再降一下 720 1080都OK 再往下就不要了 再往下我就会跟他耍皮肌都不如不如 对 你录起来你给我那么低的画质 也不好 所以就是以这两个为主就好 720或1080 这样OK吗 好 那我上课练习我用720就好 不然我们等待很久 好 再下方这一个是什么呢 这个意思指的是说我录完了之后 如果有录的 以当初录制的时间做输出 如果有多的简报 没有录的就会走这个时间 slide show 投影片换灯秀 他就是每一张投影片可能播个5秒钟 停住5秒下一页 停住5秒下一页 这样你懂吗 所以这一个区块的话比较像是没有录制 你想做简单的那种 相片播放的感觉的时候用的 好 那我们这边不用担心 因为其他的投影片我都给他隐藏起来了 所以隐藏了也代表不输出 有没有 隐藏也代表不输出 好 再来 那下一步咯 下一步 第二个步骤是储存的路径 好 例如说老师选桌面 桌面 好 存档 好 再来呢 等他跑完 他会掉 直接跳第三个步骤 当他到第三个步骤的时候 他就开始做影片的输出 好 那影片的输出啊 呃 老师们可能要注意一下下事 你会觉得好像当掉一样这里 他会等很久都不会动 然后我一开始我也以为是他当掉 后来发现没有没有 他有做了一件事 是他下面先在转了 他这边有先 有一个前提在转 这边转完才会换他转 这样OK吗 所以你会以为他领好像停很久 没有没有 他其实下面在跑 啊 跑完了之后他就会换这边 所以他们两个可能会一起哦 知道吗 你不要以为说 哎 奇怪 为什么都不会动 其实搞不好下面在动 这样OK吗 好 那我现在只有录4页哦 然后720 输出的速度快慢 与电脑的硬体规格有关系 所以硬体规格如果没有很好 你可能输出的时间要等大家一下下 好 所以先把刚才第一次 第一种课程录完之后 输出的做法 这样目前为我得 那换各位录输出喽 好不好 来输出一下